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Jeseman 让哲学进入经营建立企业成功基因 今天我们继续谈 矜持哲学第28条 成为漩涡中心 我想我们一直在探讨 所谓的工作 那工作应该不是只有老板一个人 或者一個個人 而是必須要老闆 主管 還有員工 大家一起 工作其實是一個所謂的團隊的氛圍 我們就要必須去找出誰來挑頭 這一個人 或者說這個部門 他必須要自己扛大旗 也就是他可能必須要是屬於這種 自告奮勇 燃燒自己的人 那在一個企業裡面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企業領導人一定必須要是 這個企業的第一個漩渦中心 在這邊必須要先探討 我們每一個身為企業領導人 他是不是有這樣的積極的態度 同時呢 是不是有所謂的這種 燃燒般的鬥魂 對於每一件企業內部的工作 都會關心關注 成為漩渦中心是希望每一個人 都有這樣的能力 跟這樣的熱情 這樣的積極的態度 來感於來表達自己 敢於在公司的架構下 在公司的所謂的經營方向 甚至部門的工作的範圍 或者是部門工作的目標 提出自己的意見 我個人希望 甚至整個這個經營哲學 是希望是說 員工都可以勇於負責 也都希望他們可以自動自發的 來成為漩渦中心 在這個背後就是 他們關心這個公司 他們期盼這個公司變好 或者說他自己可以成為 那種所謂的積極的火車頭 來帶領的員工 帶領的部門也好 或者是跨部門的所有的夥伴 都可以來為公司來做所謂的提升 其實這個漩渦中心的意義就在此 希望大家都很清楚 企業裡面必須要好多的漩渦 就好像在一個海或河 你看到好多的這種漩渦 那這個企業你也不用怕 其實他就是非常有動力 有活力的一個企業 同時大家都參與 我想企業經營最重要的就是 要全體員工都來參與 全體員工都來展開心胸 全體員工都可以聚集起來 成為一個很大的大漩渦中心 這才是我們今天來談的一個目的 我是Joseman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錯 讓我們下回繼續聊哲學囉 既然是很重要的 既然是流行電視 既然是讀多的